小灯塔 小朋友们 我是小仙官皮一皮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上回咱们说到 在江子崖的辅佐下 鸡昌把西齐管理得越来越好 那个时候啊 西齐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周国 不久后鸡昌去世了 他的儿子鸡发继承王位 也就是周武王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 也是一位人后有才能的君主 鸡发看到鸡王昏庸无能 于是带领着一群能干的手下 开始反对商朝的统治 这一集 鸡昌的手下又添了一元 本领高强的大将 他呀就是黄飞虎 这黄飞虎啊 原本是周王手下出了名的大忠臣 他怎么会突然就叛变 决定向周国投降呢 原来 周王在打己的怂恿下 调戏了黄飞虎的妻子贾氏 逼得他跳楼自荐 不仅如此 黄飞虎的亲妹妹 也就是当时的黄贵妃 她来为贾氏讨回宫的 结果也被周王给推下了摘星楼 黄飞虎愤怒极了 为了给妻子和妹妹报仇 他带着家人和一千多名家将 去投奔周国 加入伐咒的队伍 话说这黄飞虎历经艰险 好不容易闯过了林铜关 铜关 川云关 和戒牌关 终于带着一群人 抵达了四水关 要知道 出了这四水关 就是稀奇了 镇守四水关的将领 韩戎 派出了渔画应战 这个渔画 精通邪门法术 可不好对付 很快 勇猛的黄飞虎就提着金钻提炉枪 骑着五色神牛 冲了过去 论午夜 渔画当然不是黄飞虎的对手 几个回合之后 他便拿出了邪门法宝 陆魂帆 往空中一举 只见男陆魂帆 一下子释放出了好几股黑气 像只黑色的大爪子一样 罩住了黄飞虎 就这么把他抓走了 接着渔画又用同样的办法 抓走了黄飞虎的手下 弟弟和儿子 见到大家都被自己连累 黄飞虎忍不住放声大哭 没想到 我黄飞虎 竟成了皇家的前骨罪人 韩戎见黄飞虎被捉 心里那个得意啊 他立马命令一话 将黄飞虎等人押送回昭歌 好在远在前原山的太乙真人 很快得知了黄飞虎一家有难 他呀赶紧喊了哪吒过来 黄飞虎父子被抓了 他们是日后要和你一起 辅佐中国国军的人 你立刻下山去救他们 把人平安送出四水关后 就回来 一听说要去行侠仗义 哪吒可高兴了 只见他抢灯风火轮 手机火尖枪 没一会儿就出现在 渔化押送黄飞虎等人的路上了 为了吸引渔化的注意 哪吒故意大声唱起了歌来 果然 渔化很快就停下了脚步 你晓得谁啊 这里是我的地盘 想过去的话 你得留下买路钱 渔化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他骑着火眼金金兽 朝哪吒冲了过来 可没想到三两下就被哪吒打倒在地了 渔化忙拿出路魂帆 制放出黑气 可是哪吒只是轻轻一招手 路魂帆就被他收走了 没了路魂帆的渔化 就像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 再也没法使坏 只好狼狈地逃走了 赶跑敌人后 哪吒一下踢开了关着黄飞虎一家的铁笼 得知了哪吒的身份和来意 黄飞虎开心极了 带着一家老小叩谢他 多谢哪吒少侠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说吧 黄飞虎就带着一大群人 气势汹汹地冲回了四水关 有了哪吒的帮助 黄飞虎等人不但很快攻下了这个关口 还抓获了韩荣 哪吒护送一行人出了四水关 就返回秦园山了 黄飞虎继续赶了一天路 总算抵达了西齐城外 安顿好家人和部下后 他就立马前往相府 拜访了江子鸭 沿路上 他看到西齐一片祥和 百姓们安居乐业的景象 十分感动 他更确定了 西齐的君主是位明君 也更坚定了要降舟的决心 江子鸭见到黄飞虎来投奔 非常意外 于是黄飞虎告诉他自己的遭遇 希望江子鸭可以接受自己 我与昼王之仇不共戴天 况且商朝被昼王搞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希望由西齐的明君统一天下 因此我皇家父子愿助伐商大业一臂之力 如果丞相肯接纳 我将感激不尽 江子鸭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 你愿意来帮助周国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怎么可能不愿意接纳呢 很快江子鸭就安排了黄飞虎和鸡发见面 鸡发对黄飞虎十分赏识 不但赐给他封号 开国武城王 还为他建造王府 让他的家人和部下有安身之所 得知黄飞虎降舟后 周国的老百姓们受到了大大的鼓舞 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军队 这么一来 周国的战斗力一下子就增强了好几倍呢 好了 黄飞虎降舟的故事 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今天来展示本领的又是哪位呢 大家好 我是武城王黄飞虎 我刚刚率领一千名家将 和我的家人们投靠了周国 接下来 我将协助激发 讨伐周王 啊 武城王 我知道您的兵器是金钻提炉枪 您的坐骑是五色神牛 但您手上的那只 也太萌 萌 萌了吧 这是我的宠物 金眼神鹰 它的两只眼睛像灯一样明亮 一眼就能认出妖精 哦 对了 它的爪子 比刚勾还锋利哦 它曾经抓破过打几的脸 对付妖狐可好用了 这样的猛物 必须记下 好了小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snake 煎 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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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